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桌上摊那么多水果什么意思 我这不是拿水果交多多说话吗 孩子嘛 就是对这些吃的东西感兴趣呗 来 大年 你也吃一果果 我多大了 我还果果呢我 听着你以为啊 没办法呀 我现在为了教他说话 整天就得陪他说儿童语 什么饭饭呀 果果呀 亮亮啊 别吃 削了皮再吃啊 这不削皮不得拉肚子 你给我 你 我又不是多多 我是王大年 那也不行 这不削皮吃就是不胃吃 我给你弄啊 你现在也是变得有点 婆婆妈妈唠唠叨叨了啊 我这都是天天啊 陪多多说儿童语言给说的 你也知道我以前最烦这女人唠叨了 可是现在我开始理解她们了 你说这女人为什么唠叨 那都是从教孩子说儿童语开始的 所以咱们一定要理解她们 特别是你王大年 你别老嫌人家小爷话多 这多多现在语言有进步吗 说句心里话 那进步真是很大 尽管她现在还说不太清楚吧 可是好歹她也张嘴说话了 我已经觉着阿弥陀佛了 大年 上次你说的那个 就是网上那篇文章那个作者 找着了没有 找着了 说是滨海大学社科部的一个老师 滨海大学 好 你好 请问一下这里有位叫做冯晓乐老师吗 他今天没课 没有来 我怎么样能找到他 你是他什么人呢 我是他的一位读者 读者 对 什么读者 是这样的 我在网上读到了 傅老师写的一篇文章 所以有点问题 我想跟他请教一下 原来是网虫啊 我还以为傅老师出了书呢 其实傅老师写的东西挺偏门的 一般人都不爱看 你居然会对他的作品感兴趣 还真是少见 我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 还没见哪一个读者来找过他呢 他写的东西正好是我比较关心的 所以我想跟他进行一点交流 您看 我究竟怎么样能跟他联系上呢 实在对不起 我们这有规定 不能把老师的电话和地址 随随便便地告诉生人 我 您看我这个不能算随随便便吗 我 我是想跟他进行学术交流啊 那你拿介绍信来啊 这个 要不这样吧 你周三来 周三开例会 全体老师都得来 到时候 你就直接去找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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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一下傅小傅老师 她是在这个办公室吧 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 我是在网上看她写的文章 所以有点问题我想请教她一下 您真的看过她写的文章啊 看过 我还专门下载过呢 好 您好 我就是傅 school 你好你好 總算找到你了 我叫徐漢明 徐先生 您请坐 请问您跟我是同行吗 曾经是 不过现在已经不是了 这是我现在的工作 那我很奇怪 我们既然不是同行 你怎么会对我写的文章 感兴趣呢 对一般人来说 可能您的研究课题 对他们来说不太感兴趣 不过对于 自闭症儿童的家长来说 对您就不光是感兴趣了 会非常感激您 因为你的文章 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我也是个自闭症儿童的家长 所以我也非常感激您 原来是这样 今天我之所以来这里 就是希望能够 更多地得到一点您的帮助 那 我需要具体了解 您孩子的病情 如果方便的话 我可以去您家看看他 要真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我是求之不得 不客气 不客气 多多啊 叫人 叫阿姨 多多 你不许没礼貌啊 傅老师 快坐 真不好意思 多多这孩子不喜欢叫人 不过他这样说明 他是喜欢你的 我知道 我看这孩子挺可爱的 来 多多 过来 带我一家来玩 真鬼 我看这孩子不认身 是不是你经常带他 去公众场合啊 没办法 托儿所都不愿意接收他 我就只有带着他去上班了 在我们公司里 他被大家伙给曝惯了 所以就不太怕生 难怪了 他要比其他自闭症儿童 容易接受生人 其实啊 那样是对的 让他多与别人交往 这对他恢复正常 是很有帮助的 可是有的家长 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他们怕丢了面子 徐老师 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没有啊 怎么会呢 他是我儿子 不管他表现怎么样 那都是我儿子 再说了 这孩子得了这种病 本来就已经很不幸了 作为他爸爸 我得加倍地爱他 保护他 你说呢 傅老师 杜杜有你这样的父亲 真是幸福啊 徐老师 我现在可以测试一下杜杜吗 当然可以 来 多多 来 多多 多多 来 我们看这儿啊 现在 小朋友要上楼梯 你看 好高好高的楼梯 小朋友在这儿 现在小朋友要上楼梯了 他现在上了一阶 又上了一阶 那是几啊 二 那小朋友现在又上了一阶 那是几啊 二 小朋友现在又上了一阶楼梯 小朋友现在又上了一阶楼梯 来 告诉阿姨和爸爸 那是几啊 四 对 真聪明 小朋友还是一直往上上 他又上了一阶楼梯 来 多多再告诉阿姨 小朋友上了几阶楼梯 五 五 多多真聪明 那小朋友现在又上了一阶 那又是几呢 有 多多太聪明了 薛老师 你教过他数数啊 教过一点 来 多多 你看这儿 我们现在要吃苹果了 多多吃了一个苹果 又吃了一个苹果 多多一共吃了几个苹果呢 告诉阿姨 真对 来 多多看这儿 现在啊 爸爸给多多买了好多好多的糖 你看 这么多五颜料做的糖 多得阿姨啊 都快数不过来了 现在 阿姨把糖啊 放在盘子里 一个盘子放两块糖 我们啊 一共放了三个盘子 这里一共有几块糖呢 太棒了 多多有数学天赋啊 傅老师 那是不是多多得的不是自闭症啊 会不会您医院诊断错误了 不 医生诊断没有错 自闭症儿童啊 常常具备某种特殊的能力 在科学家 发现宇宙黑洞前几十年 美国有个十几岁的孩子 就已经写出了 关于这方面的论文 可是当时 没有人相信 就因为他有精神疾病 是个自闭症儿童 可同时啊 他也是个天才啊 我以前一直听说 天才和白痴只是一指之歌 看来还真的有一定的道理 依我看来 多多只是有自闭症的倾向 并不是那么严重 我们只要抓住他的兴趣特点 进行康复训练 是完全有可能使他 从自闭症走出来的 你不用担心 这比那些 没有特殊能力的自闭症儿童 要好得多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傅老师 还有哪些治疗手段 你告诉我 我把它都记下来 我只是个教师 不是医生 我只懂得一点点 心理康复的训练方法 在药物的治疗上啊 还得要靠医生的 如果多多没有多动 癫痫 睡眠障碍 和古怪动作 这些症状的话 我觉得药物 还是少吃一点为好 这样吧 以后由我来指导 对多多的康复训练 你配合我 傅老师 多多要是早遇到你 那该有多好 好 光顾着跟你说话了 我连水都没给你倒一杯 没关系的 我 我去倒水啊 您先坐着 来 来 这个是方的 方的 记住没有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拿一个圆的 这是圆的 从那天起 傅晓成了许汉明家的长客 一三五日定期前来 对多多进行康复训练 来 告诉阿姨 许汉明几次提到复仇问题 傅晓都说 不要了 全当是在做教育实践 弃车 对了 多多真聪明 开始傅晓是自己在外面吃过晚饭才来 后来 在许汉明的一再坚持下 就来吃晚饭了 过了不久 傅晓来得更勤了 只要没事 二四六年来 对了 星期天来了一待就是一天 还时常下厨做饭 来 这红烧狮子头啊做好了 来 尝尝我的手艺 真不错啊 傅老师 咱们开饭吧 好 来 当心点烫 行吗 可以吧 多多 多多 来 闻一闻 告诉爸爸 傅阿姨做的菜香不香 香 香 香香啊 多多知道香香啊 好 多多说香香 爸爸就喂多多了 吃 来 多多多吃一点啊 徐老师 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吃啊 你做的味道非常好 真的 我 我爱吃 那 一定是没有多多妈妈做的好吃了 不是的 你们做的一样好 这道菜 是多多她妈妈在的时候 最爱做的 那多多妈妈在哪儿呢 我们 离婚了 对不起啊 我不该问的 没关系 可是 这对孩子来说 是很有关系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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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老师 自从你来之后 我觉得多多一天天在好起来 能碰上你 我们真的很幸运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你为什么会对自闭儿童感兴趣呢 其实啊 我曾经 也是一个患有自闭症倾向的人 可是 我没有多多那么幸运 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 不可能吧 傅老师 你别开玩笑了 你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 那是因为 我有一个优秀的妈妈 我妈妈她也是教师 可是她为了我 辞去了她最心爱的工作 她用毅力和耐心 陪我度过了二十多年 所以我坚信 无私的奉献 和直之以恒的耐心 是可以让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的 徐老师 我可以介绍你和我妈妈认识 她的实践经验比较丰富 我相信 对多多一定会有帮助的 常客您好 欢迎乘坐太阶级您的游戏 本部列车开往西方方向 前方导站 金瓦路车站 The next stop in 金瓦路 station 来多多 老老给个苹果 拿着 不多啊 拿了老老苹苹果 要说谢谢 来喝茶 谢谢 我出去买点菜 今天中午 就在我家吃吧 别客气 就在家吃吧 妈 那我先出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好 去吧 你的情况小小都跟我说了 带个孩子上班总不是回事 以后白天就把多多放我这吧 天天让您带孩子怎么好意思 等我休息的时候 我带他就可以了 没事 我现在工作也没那么紧张 一个人在家待着闷得慌 全能让多多跟我做个伴 小雪啊 你就放心吧 多多和小小都有自闭症倾向 可是据我刚才观察 它好像也没那么严重 我既然能把小小训练成一个正常的孩子 也一定会把多多训练成一个正常的孩子 傅妈妈 那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别客气 多多 来 姥姥告诉你 她叫唐老鸭 唐老鸭 太对了 这个 你看啊 这个叫 米老鼠 唐老鸭 对 那个是唐老鸭 这个是米老鼠 这是一只 大灰熊 说 大 大 勇敢一点 勇敢一点说 大 对 灰 对 熊 熊 熊 勇敢一点 没关系的啊 你要多多肯勇敢的 大灰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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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灰熊 大灰熊 小灰熊 小灰熊 哎呦太对了 来啊 那这个啊 这个是小白熊 小白熊 对了 太乖了 太乖了 数一数开 大点声 一 二 二 二 对 大点声 二 对 三 三 哪个是三啊 这个 三 好 四 二 对 哎呦 哎呀 哎呀 得错你 多多得错你 都得错你 多多开始在父妈妈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了 她很喜欢傅妈妈 很快就消除了 与她交流的障碍 多多在我们家很开心 她一天天的进度 妈妈对她很有信心 说多多一定会走出 自闭的情节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 你跟你妈妈 有时候我觉得你跟你妈妈 简直就像 我和多多的再生父母一样 薛老师 你说什么呀 我是多多的再生父母 我还可以 我是你的再生父母 我 我有这么老吗 真 对不起 我这个人一着急 每回就把话给说错了 不好意思 你瞧我这脑子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乖孩子该起床了 赵队 听爸爸话起床好不好 爸爸马上去上试啦 你乖一点 爸爸今天送你去傅阿姨家 好不好 好孩子 真乖 你瞧瞧你睡成什么样了 来 爸爸给你穿衣服啊 今天表现也好一点 多多 来 上个姥姥站来 乖乖乖乖 包包 包包 真沉啊 沉吧 父母 来 多多 跟爸爸说再见 再见 再见了 多多 多多 小雪啊 刚才晓晓来电话 说让你晚上来家吃饭 自己就别做了 这我就不麻烦了吧 没什么 我们也得做饭 也得吃饭 你来了大家一块聊聊天 说说话 多高兴啊 小小高兴 我也不寂寞 那好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一定来 来 好了 跟爸爸再见 听了老话 多多 我走了啊 好嘞 再见 再见 多多再见啊 跟爸爸再见 哎呀 师多多啊 哎呀 师多多啊 姨 哈 姨 多多真乖 回家阿姨了 来 我们进去了 妈 我回来了 哎呀 这孩子呀 耳朵可真贱 你还没进门 他就知道是你来了 是吗 没想到 来 多多进步真快 只是在语言上啊 还不大能够表达 许老师知道了 肯定会很开心的 他来了 我跟他说了 他来了 那他人呢 在厨房忙着呢 哎呀 买了一堆的菜 非要下厨房 说是让咱们尝尝他的手艺 是吗 那我去帮帮他吧 去吧 嗯 徐老师 你看 我快点买菜了 啊 你放那儿吧 哎 真是不好意思 来 还是我来吧 哎 不用了 你还是出去吧啊 别在这儿给我添乱了 哎呀 你别哄我呀 那 我给你打下手 哎 行 那你先帮我调碗姜汁 来 姜在哪儿呀 啊 啊 那 都给你洗干净了 哎 可是 当你真用着呢 那你叫我怎么切啊 这抽屉里不是还有一把呢吗 拿好了 傅老师 我说现在到底是 你在给我打下手呢 还是我在给你打下手啊 互相帮忙呗 你啊 这是你们家厨房 让你找件东西你都找不到 一看你平时在家就不干家务 你笑什么呀 我说的对不对啊 你说的不错 那从今天开始 我准备天天下厨 跟徐老师学艺 哎 我说啊 这个片子啊 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 哎 你看看出来了 这是七个小矮人 数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哎呦呦 过去了 一会儿他们还会出来啊 啊 记着这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哎 出来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哦 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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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出来了五个 哎 又来了 六个 七个 记住了吗 这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 哎 哎 汉明 我大年 一会儿你在家等着我啊 小月她爸妈托人从四川烧了点特产 一会儿我给你送去 咱们一家一半 好不好 好嘞 那不说了 下班见 好嘞 哎 怎么着你还要出门啊 哎 你这包特产送来的太是时候了 我正准备去傅小家把多多给接回来 今天啊他们留我在他们家吃饭 总算我也可以换换胃口来 行啊你 几天不见有人管饭了啊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对傅老师有点想法了啊 我能有什么想法啊 不过跟傅小子在一起吧 我觉得挺无拘无束的 挺轻松的 这还叫没想法啊 说实话汉明 你老师这么一个人带着多多啊 不是长久之计 而且对多多的康复跟成长不利 我和小月都为你发愁呢 现在既然傅老师和他母亲 对多多这么好 你真就应该考虑考虑 怎么能跟傅老师的关系再发展一步 弄得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组合 话说起来容易 可是我经历了这么多 我真的不敢再想 这辈子还能再来第二次 怎么就不能呢 现在机会就在你眼前 就看你争取不争取 行了别开玩笑了 赶紧走吧 东东还等着我 走 小许啊 手艺不错嘛 看来对烹饪很有研究 哪儿啊 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每天都得给多多做饭 所以老得放好花呀 这样我做起来有点兴趣 您先别夸我 尝尝味道怎么样 肯定不错 傅妈妈 我再去做一个腊肉豆干炒芹菜 等傅老师回来咱们就开饭了 不用了不用了 她学校今天有事 让不用等她了 咱们先吃吧 我还是先去炒菜吧 等菜炒好了 傅老师也回来了 行啊 来看看她有没有这口福吧 这是绿色 这是长色 来 丢到哪儿呢 火车是不是跟这一个颜色呀 对 真乖 多多 真乖 来 正好 咱们再看这个是什么颜色呀 这是黄 橘黄色 来 看这个 多多 这是橘黄色 来 多多 自己先玩啊 我这个店铺啊 来 乖乖 你看看 咱咱复习一下 那是什么颜色呀 喂 小小啊 小许已经来了 行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们等你啊 好 挂了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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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小许啊 小小来电话 说她一会儿就赶回来 那太好了 等她一进门我就爽菜 咱们趁热吃 她说 最后这道菜 她想在你指导下由她来做 行啊 没问题 傅妈妈 傅老师 她有男朋友吗 没有 在这方面呢 她可能还是有些自闭症的倾向 小小在其他方面吧 都很正常 甚至在有些科学方面 她还很有些想法 就是在男女之间的感情上 她把自己啊 封闭得太死了 不过 她好像对你还是有一些例外的 为什么呀 她对你挺有好感的 这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得出来 来 小雪啊 我这个做母亲呢 太希望自己的女儿生活得幸福了 从小到大我就一直为她担心 晓晓和多多的命运一样 被诊断出有自闭症之后 她爸爸就把我们抛弃了 我一个人拉扯着她 和你现在的情况一样 好 小雪 我知道你心眼好 有责任心 晓晓要是能跟你在一起 我也就放心了 л 冯妈妈 我离过婚 还待着多多这么个孩子 说句实话 我是有点顾虑 你要是真喜欢晓晓 就大胆地去追求她 不过 可千万别伤害她 我爸他受了刺激之后 会把自己再封闭起来 哈明 人家傅老师他妈都同意了 你还犹豫什么呀 人家傅小对我怎么想 对吧 他究竟对我有些什么看法 我现在一点都不了解 你得主动啊 这种事还用我教你啊 那不因为傅小情况特殊吗 我是害怕 别把人家好好义姑娘给伤害了 你得感化他 让他放松 然后你再找一个恰当的时候 把你的意思向他表达了 你说得容易 你告诉我 什么是恰当的时候 让我想想啊 有了 咱就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恋爱方式 看电影 你想啊 让他进了电影院 周围一片黑暗 然后你随着电影故事的进展 把你的手轻轻地放到他的手上 好像是无意间碰到的 他要是也把你的手轻轻握住 这就有戏了 这多好 既含蓄又浪漫 那 他要是不握呢 那你就拿开呗 反正也无伤大雅 反正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可找你算账 肯定没问题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在一起 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 我会永远有你 我会永远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会儿看完电影 咱们快去吃饭吧 徐老师 跟你在一起感觉真好 是吗 那我太高兴了 你说说我究竟怎么个好法 有安全感特别正派 谢谢你对我的表扬 什么叫表扬啊 你本来就是那么好嘛 说实话 我愿意天天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下星期要去外地 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 得一个星期才能回来呢 那 我一回来就给你打电话好吗 许汉明听了傅小的话 他只好先继续正派下去 不过 他自己看着他那纯真的表情 已经开始满怀希望地 憧憬着自己的新生活了 不要问他 就去外面吧 不过 不要问他 我真的把你一回想 你一回想 你说一下 年轻的世人 为什么要他的确认 因为爱他 kysler 你一回想 我一回想 你一些美男人 轻轻的抹去 你眼角的泪 你自相的目光 亲吻着我的脸 轻轻的抚平 你心头的脸 你和爱的笑容 温暖着我心田 你的思想 帮我走进阳光 你的爱 帮我感受蓝天 你的思想 帮我走进阳光 你的爱 帮我感受蓝天 轻轻的抚平 你心头的脸 你和爱的笑容 温暖着我心田 你的思想 帮我走进阳光 你的爱 你的爱 帮我感受蓝天 你的思想 帮我走进阳光 你的爱 你的爱 帮我感受蓝天 感受蓝天 我相信 他一定会找到幸福 我是真舍不得 土豆 你可以到社会上去找一个英语补习班应聘 让他们给你安排晚上上课 没那么容易吧 你个知识分子不容易啊 我们娘俩的钱呢 总够花了 也够你花了 但是我们公司啊 补助一千块钱 全归你 来 我再给你加600 你看怎么样